那时间L25毛1A包邮买了一台小霸王打比两千 应该说这个型号的小霸王算是大家同年里最羡慕的一款呢 它既然又短圈简直是一天的存在 那时候见到最多的小霸王都是键盘型的 做一个明明哈阿不说 这些我都不知道 软区我也是第一次见 自己的一则是外观奇葩的造型 罗布JCMD造型的周期 我也只在邻居家见过键盘型的FZ 目前市面上的傻逼两千流通的很少 大多在专业玩家里收藏 它自带一个仿余软的键盘 外观很虎的 然后就是它的主机自带一个软区 可以运行一些自己的格式程序 但程序近乎没有通用性可言 除了WPS电机的文档 可以在老晚的PC端WPS上打开 而现在也已经打不开了 其实这个东西是别人送我的 一毛钱卖给我 运费到货 花了二十五毛一 首先正面只有一个电源键和成体键 还有一个大大的小霸王傻逼两千的logo 正面是两个15帧的手柄插口 这种15帧的手柄插口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小时候都是九帧的 背面分别是 鼠标接口 打印机接口 键盘接口 射频线接口 九幅电源 左边两个红色的是AV接口 右侧就是这个机子的卖点软区了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玩意儿 应该是用来放软盘的 我也没见过软盘 这造型真的好丑啊 这上面是游戏卡的插槽 果然是一个披扎学习电脑外衣的 游戏机 这款FC游戏机真的超级好 是我目前为止 见过的机器里面最后的一款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NG 所以NGK就是一块砖头 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生产于98年 比我大 大几色 大三岁多 它这个批准之前我们可以看出 我这个应该是比较后期的机型 这机器卖家他跟我说它是放坏的 我本来以为我信心满满 清理一下灰尘就可以修好 见过软用没有 拆 可以看到 一入眼人呢就是两朵大牛神 一朵小牛神 还有一朵扁牛神 板子上有傻逼9802都这样 这个壳子它有这么大 实际上拆出的东西很少 就只有一个软缺和两个板子 整个游戏机的90%多的重量 都来自于这个软缺 我又不知道这个到底该算是 斗机还是集成机 如果是集成机的话 拿去修化我还可以拿来玩 这个机械之前我在电商试了一下 很明显它的批字啊 玩游戏没有图像也没有生烟 就算修好了 从小只玩N字斗机的我 完全忍受不了那个速度 太慢了 软区很容易拆下来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电路板上写着 傻逼9802这样 猜测当时这个机型应该占定为 傻逼98 当时就和之前的机型 傻逼96 傻逼97 接触上了 然而可能是想做出 跨世纪的突破线 后来又改名为 傻逼2000 没想到竟成了绝唱 还是扎新的软权 但是已经可以再次宣布 射中再紧了 一个学习电脑 它为了适配它的游戏机功能 它居然是AV输出售 而不是VJ输出售 画质西片 啊不我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当时的价格肯定 贼高 90年代末前 计算机普及的速度非常之快 特别是微软温95 温98的普及 让计算机操作 一下变得简洁了很多 很多人 稍微努力一下 又可以买超电脑 那么谁还会再考虑 买一个游戏功能 强域学习功能的学习机呢 这个大概就是 学习机下王的 关键因素吧 实在变了 还好我小时玩的是 纯粹的游戏机